本周的一周精彩追问的第20名来自林俊杰 现在很多人用善变来形容娱乐圈的爱情 比如上个月林俊杰还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深情演唱豆浆油条送给黑币田附真 可是没过几天 又有了他和周杰伦天台爱情的女主角李心爱 甜蜜用餐的新闻 因为大家很多朋友一起吃饭 没有想很多也没有想任何的发展或什么的 林俊杰一见记者 没等提问就了侠这句话与李心爱撇清关系 他是永远不变的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每个男生都有一个女生 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是一直会存在的 是算是表白吗 我想已经过一段时间 那么长时间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自己家会联络比较密集的聊天这样子 主动一点 好我会 对啊 我觉得先当好朋友了 乔林之杰这副羞答答的样子 还好在媒体的鼓励下说出了真心话 之前与李心爱恋爱一说 终于拨云见日真相大白 不知道田富珍听了这番隔空真情告白 该做何感想 本周的一周精彩追问 面对我们编导的提问 又有人不好意思了 这个人就是彭于燕 电影《激战》正在上映 张家辉和彭于燕 在片中扮演了两位全师 一览无余的魔鬼身材 是电影的一大卖点 可是在电影当天的全球首映发布会上 两人全部包裹颜世 特别是彭于燕更是长袖长裤 密不透风 彭于燕 那个因为你看背后那个海报 比如身材 很多女性观众看完之后都很扬眼 今天是不是穿得有点多了 今天是手劲呢 所以 所以有没有那可惜 今天穿得有点多 今天又没有要打拳 干嘛拖 虽然嘴上说着不露好身材 不过经过我们编导的旁敲侧击 彭于燕和张家辉私下 似乎早有了打算 超无力的话 我相信加入哥哥 跟那个最捧捧 应该不会立测自己的身材 因为他们 我相信会脱了 对 接下来 李晶晶和潘长江这两位娱乐圈前辈 会给前面两位好好上一课 面对尖锐问题 他们诠释了什么叫自嘲精神 先来看看李晶晶 李晶晶圆润的身材 已经是她的一个标志 最近她出演了电视剧推拿 剧中她为了减肥 常常找张国强饰演的技师做推拿 您去按摩的时候 就是那个按摩师比您减的重量还多 对对对对 一般中间他们都得出去吃点鸡腿之类的 才能继续工作 咱们编导的一个提问 李晶晶挺坦然 倒是勾起了张国强一肚子的苦水 我还给她她趴那 我都体验 把我累的 然后我说我推了几下 后来就是最后推了半天 我说我说你带不带钱 讨厌 那时候我比现在胖好多 反正她按完以后多吃那天 多吃好多东西 没错 太胃了是不是 李晶晶面对是老大男的体重问题 另一边的潘长江被提及的 则是永远的心头痛 身高问题 潘长江最近决定接下新剧武松 当然他演的不是武松 是武大郎 不过据称潘长江这次是要还原历史 出演一位一米八的武大郎 当然我们的编导忍不住开问了 听说武大郎是一个一米八的角色是吗 对对对 说是一米八 因为找到他的那个棺木打开 说这是五直的木 打开之后 就那骨骼一两 是一米八以上的一个打开 那您觉得您把一米八的感觉演出来了吗 我说看又看上 看下看 演出来了 我弟弟一米八 超过 我们家连一米八 他在我们心里一米九 对 いつ也能超准备的